俄乌冲突已经持续近15个月 乌克兰首都基辅20号再遭遇攻击 另外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兵集团创办人普里格任19号声称 瓦格纳即将夺取战略重镇巴赫木特 俄军20号早上对基辅在发动喜机 俄防空部队称击落所有来袭目标 但一架失袭的五人机被击落后 碎片掉在一幢居民楼引起大火 消防员迅速灭火 室内多间房屋受损 这已经是俄军本月第11次攻击基辅 另一方面 俄国防部长邵伊古 视察乌东前线扎波罗热方面的东集团军 他下令加紧侦察乌军的动向 及早予以打击 巴格纳雇佣兵集团创办人普里格任19号表示 巴赫木特基站持续 戴瓦格纳快将夺取这个战略重镇 所以表示俄軍的攻擊正明顯加強 烏克蘭副防長馬里亞爾強調 俄軍正試圖與數量壓過烏軍 又指俄軍試圖進攻 日前被烏軍奪回的陣地 不過被烏軍擊退 有戰略研究專家指出 俄方不惜代價要奪取巴赫穆特 純粹是為了以政治宣傳 另有分析指出 如果俄軍成功奪取了巴赫穆特 這將有助於向北攻擊酷皮揚斯克 以及向南面的伍赫列達爾發起進攻 對烏軍戰局相當不利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